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又要來跟您分享一下當兵的生活日常 分享在軍中一些奇怪、荒謬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在軍中食物是非常非常短缺的 就是大家都吃不飽的狀態 那要嘛就是一口一小口菜 然後就是當你的午餐啊 或是一小口菜 就當你的晚餐這樣子 所以呢 這週我在回營的時候 我帶了四碗泡麵 希望我不會再餓肚子了 結果隔天出乎意料食物超級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原本在餐廳的桌椅全部都被搬走了 因為我們要舉辦一個對慶 還是什麼 一個我們上面 因為我們是叫燈部吧 然後要邀請有參加燈部戰役 就是真的有參加過戰爭的一些老伯伯 給幾百歲的老伯伯回來 參加一個 因為像是開心慶祝說 哦 週年慶的概念啊 然後我們就把餐廳變成也是另外一個展場吧 所以變成我們沒有辦法去餐廳吃飯了 我們只好把食物搬回來我們的簾上吃飯 所以 我不知道 莫名其妙食物變超多 那也因為食物搬回來吃 我們班長啊 不希望我們在簾上自己洗碗 因為就會變得超級髒 臭包這樣子 就變成整個簾上都是廚餘味 所以呢 他就是每一個人發一個塑膠袋 然後給你套在你的碗上 所以你吃完就把塑膠袋包起來丟掉 你的碗還是乾淨的 就是一個 算是方便嗎 但是又非常不環保的一個方式 就是一個碗就套一個塑膠袋 一餐你就要浪費幾百個塑膠袋 我們又去認真打掃 因為下午有長官要來 就是 反正就是長官看到乾乾淨淨 就可以了 表面上看起來乾淨 但其實垃圾都在旁邊而已 就是把垃圾藏起來 不要給長官看到 就長官都會開心 我自己是覺得保養槍枝其實蠻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一直捅槍啊 然後把髒的東西擦掉 其實跟我清理攝影器才非常非常相似 就像是我有一個燈架 或者是我有燈 或者是我的攝影機 我需要去清潔 那其實就是大同小異的東西 就是把細節清乾淨 為了要讓它延長它的壽命 不要讓它一下子就 受潮啊 或者是生鏽啊 或者是怎麼樣 就把髒的東西擦掉 然後讓它維持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其實跟擦攝影器才很像啦 所以我就擦槍擦得還蠻開心的 而且裡面也有冷氣可以吹 就是吹冷氣開開心心的擦槍 接著到午餐時間 那份量也是異常的多 就是原本一個桶子裡面可能 假裝是炒蛋好了 那通常我們的炒蛋就只有拼拼的一層 然後就是一人一小口 真的是一小口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人 然後你如果想要說 拜託多一點 他就會跟你說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人 所以我們待會再來加菜 但通常加菜的時候就是空空的 沒有菜可以給你加 那莫名其妙 就是這個中午食物變超多 變成整桶 然後蛋是超厚一層 然後就是一人可以給你一整湯匙的蛋 就是超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睡覺的床位其實算是還蠻幸運的 因為就是門口一進去 其實就到我的床位了 就不需要走很遠很遠 如果有人在後勤的話 就是從門口走到後勤 可能他要拿個東西 就要走很遠很遠走進去 上個廁所也要走很遠很遠走出來 然後再走很遠很遠走回去 我就是輕輕鬆鬆的進門就到了 然後我頭頂上又剛好有電風扇 所以如果我很熱的時候 我可以自己開電風扇 然後自己調整風扇的角度 然後還可以固定它的位置 所以如果天氣很熱的話 我就可以開心的 自己調電風扇 自己催自己爽 如果別人的 可能就頭頂上 要嘛沒有電風扇 要嘛就是電風扇壞掉 之類的 所以就是 還算蠻幸運的啦 那其實在軍裝其實還蠻無聊的 所以我們大家就會聊天 那聊一聊就有點像是認清大會一樣 就聊一聊發現 欸我旁邊床的是跟我一樣的大學 然後聊一聊說 欸他的女朋友竟然認識我 然後聊一聊 欸竟然有學弟看過我的YouTube影片 真的是還蠻神奇的啦 就欸怎麼大家都互相認識 有點互相認識的感覺 對反正就還蠻酷的 認清大會 下午運動時間其實就是打籃球時間 那我們有100多個人要打籃球 所以其實就只有強者可以上場 因為強者就一直留在場上 那如果你是比較弱的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輕鬆上去打的話 幾乎是輪不到你 就因為強者就在上面 那如果你弱得上去的話 一下子就被打下來 所以就 只有強者可以打的籃球 這一天的早餐你非常瞎怕 就是我們竟然早餐吃粽子 我從來沒看過早餐吃粽子 是想要讓我們消化不良還是怎麼樣 那麼這軍中的網路訊號 真的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看你的訊號是 可能滿格 但是我們的 實際的訊號 不知道穩定程度嗎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 你可能看個影片 看一看 然後就忽然就跑不出來了 或是你玩個遊戲連線 連一連你就斷線了 之類的 就非常非常麻煩 明明你有訊號 但是你的訊號穩定程度 非常非常的差 我還要特地坐到窗邊 然後坐在那裡滑手機 我穩定 就網路才會比較穩定 那如果你躺在床上 或是在 奇怪的牆壁後面 你就是根本 訊號就是一下有一下沒有 真的是超級不穩定 不知道是軍中的牆壁太厚呢 還是怎麼樣 這一天真的是超級超級爽 就是我們在擦槍滑手機 就是我們在邊擦槍邊滑手機 然後結果擦到後面 就大家都不擦槍 就是槍拆開 然後擺在桌上 結果大家都開始滑手機 就根本沒有在擦槍 就是耍廢狀態 又有冷氣吹又可以滑手機 滑到手機沒電這樣子 那在軍中其實我們就會聊一些 可能像是你上個禮拜 假日去吃什麼 可能有人去吃燒烤啊 有人吃到飽 然後有人去吃什麼 壽司店吃到還不錯吃 就互相分享 然後如果有空的話就是 這個禮拜去吃這樣子 分享各種美食 但是這種爽爽滑手機 吹冷氣的時間 真的是非常非常短暫 因為你忽然就會莫名其妙 就被叫去另外一個公差 結果我們就被叫去掃廁所 這個廁所真的是爆炸髒 爆炸噁心 不是爆炸髒 是它真的很破爛 就是你可能馬桶沖水 沒有水 或者是你尿 尿小便斗 那你小便斗下面在漏尿之類的 就是整個是很荒謬 亂七八糟 裡面的設備超級超級爛 整個是尿騷味衝 衝到你的鼻腔裡面 然後你整個腦袋會全部都是 尿騷味的概念 真的超級超級噁心 是那種屎尿混合的 超噁心的那種 嗆鼻異味 然後我們掃廁所的人 你完全無法理解 為什麼人可以馬桶上廁所 拉屎 可以拉到馬桶外面 或者是馬桶上面 真的是馬桶就這麼大 啊為什麼可以拉到外面去 真的是 問號 然後還有就是剛剛講的沒有水 或者是馬桶堵塞 就是沖了它整個是 屎就這樣淹起來 超級噁心這樣子 反正你想得到 或者是想不到的畫面 就是真的是受不了 就是掃廁所的日常 就是各種荒謬的事情都會發生 反正就是滿地的屎 滿地的尿 超級超級噁心 然後重點是我們拖地 就是我們裡面要拖那個廁所的地 我們用拖把 竟然是跟寢室同一支拖把 我真的也問號 就完全沒有分開 變成你拖一拖屎尿 然後再去拖一拖你的寢室 然後再去拖一拖 其他的活動中心之類的 而這一天早上呢 五點多就有人鬧鐘一直想 應該是站哨嗎 還是幹嘛的 反正就是有人鬧鐘一直想 結果他又賴床嗎 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一直想 結果把大家吵醒了 大概五點半就起床了吧 提早半個小時起床 所以我五十分鐘不知道要幹什麼 就是整理一下我的床 折一下被子 折一下文章 然後都穿好衣服了 我就不知道要幹什麼 好了 然後這一天的早餐 忽然食物又變少 變成我們 感覺是飢餓難民 就是忽然有一餐 然後忽然又沒有下一餐的概念 就是一下食物多 一下食物少 真的是很難 完全沒有規律的 就是食物變多 或者是食物變少 所以這一天早餐 食物又分量變超級超級少 又再餓肚子了 這一天開始下雨了 那所以就是變成也不太方便 因為大家都要穿著雨衣 雨褲 然後就是做任何事情 就是還蠻麻煩的 這一天早上我被派到的公差 是去洗浴室 那浴室其實還蠻噁爛的 就是那個牆壁有那個黃黃的 夠 不知道是什麼鬼 反正就是有那個夠 這樣子 都沒有被清理過了 浴室 然後我們就要在那裡清理 用那個刷子刷 然後噴鹽酸 去那個什麼清潔鹽酸 然後就是這樣亂噴一通 然後反正就是過一陣子 然後再去刷 反正還蠻累耶 但是沒有比廁所累 廁所真的是臭到砸開來 那因為下雨天我們就穿著雨衣 那穿著雨衣那超級悶 有點像是胸悶的感覺嘛 然後又有點 感覺好像你呼吸不了的感覺 反正我們就穿著那個超 又濕又悶的雨衣 走到拔場去取槍 因為這一個禮拜有志願醫在打拔 所以我們就去拔場 拔一坨又濕又爛 然後全部都爛泥巴的槍 取回來 就是待會要繼續保養 那其實我覺得軍中就真的是 一直都在演戲 就是變成我們的長官 喜歡看表面 那下面的班長啊 或者是比較下面的職位 在實際做的職位 這些其實也還蠻可憐的 就是他們要被要求做一些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做個表面 然後就是演個戲給其他的長官 或者是更高層的人看 就真的是在演戲啊 就是你拖地呀掃地 就是長官叫你拖地掃地 他叫你把那邊清理乾淨 你就只能去清理乾淨 他真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清 那你也要演戲演了 好像你在清理東西這樣子 類似這種東西出現 就變成我們都在演戲 就是拿著納稅人的錢在演戲 因為我們其實也有收錢 十星八塊錢 那那些志願役其實收了更多耶 然後他們也是在跟著演戲 就我們就是拿著納稅人的錢在演戲 我們是職業演員啊 中午的時候食物又變超級少 反正前兩天那個食物超級超級多 大家吃飽飽的狀態應該是 餐廳可能不小心食物打翻嗎 還是怎麼樣 食物嚇太多 食物快要過期要趕快煮 還是怎麼樣 食物忽然變超多 但是食物少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那晚上的時候有夜間射擊 反正就是有志願役的班長 需要去夜間晚上射擊 那我床下面那個班長 剛好也要去夜間射擊 反正他就是借我他的防彈衣玩玩看 那比較特別是他的防彈衣 整個是還蠻重的 那他前面後面都有一片的抗彈板 什麼陶瓷嗎 還是什麼的抗彈板 那真的是跟遊戲中的一模一樣 我以為遊戲中那個 Code of Duty 裡面 他不是要塞那個抗彈板嗎 我以為他只是一個遊戲效果 還是幹嘛的 莫名其妙的東西 但結果真實世界 真的有人在用這個東西 就是抗彈板一片板子 塞到你的胸前面跟背後面 真的是可以抗彈嗎 我也不知道 也沒有人敢自己射自己 那晚上的時候天氣忽然變涼爽了 那蚊子也少了非常非常多 因為如果我們天氣很熱的時候 蚊子是非常非常多 就不管你在寝室啊 吃飯的時候啊 你在集合排隊的時候 蚊子就是一直盯你的脖子 手 然後他還會穿過你的褲子 然後就盯你的腳 就用神奇的蚊子 就一直瘋狂盯你 那晚上變冷了 蚊子變少了 就開開心心 不用一直在那趕蚊子 超煩的一天早餐的時候 我們整個是被班長整 就不知道 就班長自己一個人走出去 然後他裝完了早餐 然後走回來說 欸你們怎麼還坐在這裡 就是他沒有告訴我們可以裝早餐 然後他回來已經自己裝好早餐 然後他問我們說 我們怎麼大家才坐在這裡 真的是被他整耶 就是他完全沒有告訴我們可以盛早餐 就是可以出去排隊裝食物 結果他回來問我們 為什麼我們還坐在這裡 真的是被整包 我們在這個簾上面 其實有三個牌組 就是我們是機械牌 我們簡稱機牌 那我覺得我們機牌 機械牌其實還滿讚的 就是班長都可以好好說話 雖然是有的時候 每一個班長做事風格不一樣 反正我們班長都算還滿好的 都可以好好說話 而且這是還滿輕鬆的 因為其他的牌 有非常非常嚴格 非常非常容易發脾氣的班長 就是反正做錯一件事情 他就在那裡鬼火鬼叫 所以我們有人在鬼火鬼叫的時候 結果我們在那裡開心玩剪刀石頭布 決定誰要去掃廁所 就別人在那裡破口大罵 我們在那裡玩剪刀石頭布 整個氛圍完全是不一樣 反正班長都還滿好的 那結果我們猜拳猜輸了 我們又去掃廁所了 那還好沒有掃太久 我們掃了大概一個小時 我們又去擦槍滑手機 滑到中午吃午餐 那下午舉光課的時候 我們看了一些有趣的自殺影片 反正我們講一講 就變得有點好笑 那變成有人說要自殺嗎 那你就從上面跳下來嘛 啊我們就說 我們可以從上鋪跳下去 想自殺的時候 就直接從上鋪跳下去 因為上鋪其實還滿高的 大概一百七十幾一百八十公分 所以你跳下來也是會出事情的 所以你想不開的時候 你就坐在上鋪 然後跳下來就可以 你不用爬到樓頂上 星期四下午其實是社團 就是輕鬆運動的時間 結果可能因為下雨 然後變成我們清掃的活動中心 也沒有用好 所以變成上面的長官 下達命令說 我們的休息時間 這個輕鬆的社團時間沒有了 我們繼續打掃 就邪惡啊 我的輕鬆愉快的休息運動時間 就被剝削了 最慘的是我們又被派去掃廁所 然後我們這個廁所 就是班長進去 就有班長喜歡一直噴那個方香劑吧 就進去空噴 變成屎尿 跟香水味道全部混雜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那那個味道是 哦 無敵無敵 那你站在那個廁所外面 大概十公尺的味道 你還是可以聞到那個有夠奇怪 混合的味道 那用完廁所 我們又持續在演戲 就是把一些落葉掃起來 然後再把它丟到我們樹叢後面 就是把路上 就是可能人會經過 車會經過的路 落葉掃起來 倒到樹叢後面 又是在演戲的部分 那這一天的晚餐真的是 又難吃又少 反正這一天是我第一次 在軍中第一次把泡麵打開來吃 就我們就是坐在一起聊天 然後就吃泡麵 我吃泡麵啦 有人訂外食 再吃八方雲集 反正就是 開心大家吃東西 然後開心聊天 就變成課金玩家 那這一天晚上下超級超級大的雨 是下到雨聲大到你 講話 別人是聽不到的 是你要用吼的 對方才聽得到那種超級大的雨 那我們又 晚上洗澡的時候又要跑出去 就要撐著傘去洗澡 那結果我沒有帶傘 所以就變成我要跟別人趁同一隻傘 這一天早上呢 我們又開始打架了 我們那個執行官就是 叫我們三個牌組 一起來打架 就是開始猜拳的意思啦 就他說 你要 你們打架 還是我要來安排順序 那大家當然是決定打架啊 就是猜拳 反正我們又猜贏了 我們又第一個吃 那這一天真的是 超級超級累的掃地 真的是 非常非常紮實的 從早掃到下午的掃地 早上吃完飯集合就去掃地 真的是沒有在休息的 就是真的是一路掃掃掃 掃得超級超級累 那我們覺得比較荒謬 比較無法理解軍中的邏輯的是 你可能掃完了地 你可能花了整個早上再掃一條路 你把它掃乾淨之後 後面有人才來修剪那些樹葉 後面有人才在那裡修剪那些草 那我們到底早上在掃什麼東西 我們完全無法理解這個軍中的智障邏輯 就是你才剛掃完的地 馬上就會用髒 然後重點是你如果想要離開這個軍營的話 就因為放假 星期五放假 你就要再把那條路掃乾淨 真的是這個邏輯100分 你才剛掃完的地 你又在那裡撿樹葉樹枝 到底是在幹什麼東西 那我們真的是超級超級不爽 因為我們實行8塊錢 然後又要做雙倍智障的工作 真的是大家都抱怨抱怨抱怨 那早上掃地的時候 又下雨 然後又出大太陽 反正一下下雨 一下出大太陽 然後又有很多很多的蚊子 一直衝撞你的臉 就是在你臉旁邊 你只要一不動 一停下來 就會蚊子一直飛過來 一直在你耳邊啊 然後在你脖子上一直 瘋狂的叮你 因為我們是在戶外掃那個馬路的部分 所以真的是爆炸多蚊子 反正根本就像地獄一樣 又在那裡掃地 超累 然後又有蚊子 你只要一停下來 蚊子就要來叮你 那中午午餐又是沒有什麼食物 但是水果的部分 通常都是還蠻多的 所以我這一個中午 我吃了30片的柳丁 30片的柳丁 大概已經吃了三分之一桶了 那個大柳丁水果桶的柳丁 我就在那裡吸汁啊 我也沒有要吃柳丁 反正就是 我吃了幾片 如果還不錯 還蠻甜的話 我就會開始狂撈那個柳丁 就好像在吃什麼 新鮮現炸柳丁汁的概念 還蠻爽的 反正他不給我夾菜 那我就狂吃那些水果 反正那些水果 到最後還是沒有人會吃完 然後那些水果又是被丟掉 所以不如我來吸汁也好 新鮮的現打過之 那我們在離營之前 我們要去清洗 就是把我們的三寶拆下來 三寶就是枕頭套 棉被套跟床單 全部拆下來洗 那變成超級麻煩 因為我們回營的時候 還要再把這東西全部裝回去 反正就是有點亂七八糟 一下說可以不洗 然後一下又說全部都要拆下來 然後就變成班長也麻煩 然後我們的大家也亂七八糟 反正就是 最後結論就是全部拆下來洗 那要洗的就送 如果你拆下來不想洗的 你也可以不要洗 這一天非常非常的準時放人 就是 真的是到了四點 我們才走出營區 已經四點 稍微多一點才走出營區 那我們在那裡等車的時候 還遇到下雨 就是在雨中 很狼狽 就是 濕搭搭 然後搭著計程車回家 搭著計程車去火車站 搭著計程車回家都歸 搭著計程車去火車站 那我們還差點 沒有趕上火車 所以我們真的是用衝了去搭火車 非常非常的狼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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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